大家好,我是小琪 最近一直有话语让我去说一下平安树 其实平安树在家庭中养殖是比较多的 养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烂叶或者是叶片 翻卷的情况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就是你们养护不到 其实平安树非常的好养 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养护它 我们一般是在室内养殖 我们买到的都是用大盆 一种很高的高盆去种植的 这种盆其实不适合种植任何花卉 因为它太高了,它土壤太多 根系在下面,上面干了,下面还不干 就会到时候什么呢?到时候它出现烂干的情况 再一个,我们从花卉市场,从花市里买回来以后 它是用那种很厚重的原土去带种的 胶水以后长时间的不干就会烂干 所以说,只要我们控制好胶水就行了 再一个,我们要经常性的给它施肥 平安树要怎么施肥呢? 它是以官业为主的植物 在我们这儿就是官业为主的植物 我们平常给它施肥 主要是用什么? 我们给它施肥 主要是去给它用 蛋元素为主的肥料 比如说花多多的10号 直接给它用花多多的10号就可以了 这种肥料直接就是 我们每隔10天左右 去给它喷一下叶片 对到喷壶里边 直接对到喷壶里边去 这样喷一下叶片 每天去喷一下 经常性的给它叶片喷水 把它放到一个通风良好的环境中 再一个 浇水的原则也是很简单的 怎么去给它浇水呢? 平安树跟别的植物不一样 它如果盆土干得差不多了的话 它的叶片会整个的往下搭了 下水 它的叶片下水 就是我们该浇水的时候 我们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不要紧 看着叶片还挺精神 就直接给它浇水 什么时候叶片下水 直接给它浇透就行了 把它抱到一个通风良好的地方去 给它建点散射的光照 在一个定期每天在通风的前提下去 给它叶片喷一下子 定期 10天左右 用一次 给它用一次 以氮元素为主的肥料 我们可以用花多多的10号 因为它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我们可以间隔两个月的时间 去给它用一次 浇算压铁 直接绿水化开 彻底的浇水的时候 浇到盆土里就行了 两个月一次 足够足够的 它长得叶片鲜艳 而且不拔黄 肥 水 光照 三者 缺一不可 这三者做好了 平安树能养得非常的好 就这么简单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大体的养护跟大家说一下 导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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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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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想学的赶紧学起来 可以去看一下我前面视频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